善良的浩浩 走开 小赵猫 善良的浩浩 怎么样吃不到了吧 善良的浩浩 小猫一定是饿坏了 过来吃吧 好好 你忘了小笛常说的话 真正善良勇敢 直接一切不及 我们家小笛就是善良 当年路还走不稳 就会把没饭吃的小猫小狗带回来 好好也要学会善良 你逗不逃 逗不逃 逗不逃 又吓跑了 善良还真累 怎么会这样 我知道了 这个世界只有美丽才能吸引人 连猫也无例外 老猫猫 我来解救你了 我刚看我的头发 阿姨 你看 我和小迪一样都是善良的孩子 是 我是 阿姨 真的吗 真的吗 我的书都被撕烂了 撕烂了 我一个月的狗子买个费物画照片 妈 你要干什么 阿姨 我善良吧 善良 真善良 他们都睡了吗 嗯 好 开始开会 哎呀 大迪 大迪 你负责这边 喵 老公 你负责那边 哦 那你呢 我负责看着你爸这边 要不然 要不然他肯定有出问题 来来来来来来 你们都过来 听我说 大迪 一天不见你就 这也太快了吧 是只猫啊 这个小雅 说好早点来 先把猫带回去的 到现在还没来 快点把这个表给我打出来 十分钟后交给我 好的 我做完了 给你送过去 多亏带了一只最不爱动的猫 太险了 多过一劫啊 哪里来的猫 不是我的 不是我的 成大迪 到我办公室来 是 买些炸鸡 送我可爱的小猫咪 另送我个人的诗歌集 有兴趣吗 小朋友 我说孩子 这样下去 猫送不出去 连炸鸡都没人买了 有了 知识分子只能读读读者 能卖什么炸鸡啊 你要干什么 领走猫咪 不但送炸鸡 还送游戏回去 不 直接送险境 不是缘 这个知识分子的想法真是奇怪啊 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老婆 从明天开始 我每天都一夜两个小时 把亏的钱给我挣回来 懂不懂 好 我新买的衣服 我的作业美啊 妈妈 我今天可以不用写作业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说猫不是都送人了吗 浩浩又带回来 嗯 好多只 本姑娘的凝虫脚都被扣掉了 好好人呢 不知道 别让我看见她 她这是在逼本姑娘现出原形 好 你在干什么 阿姨 虽然我不喜欢小狗 但是我也不能因为不喜欢小狗 就不去救他们啊 这样就太不公平了 你说的对 小猫小狗都应该享有平等的生活 好好你是一个善良勇敢的孩子 加油啊 你们别欺负小狗 大家都有的吃啊 我去给你们拿我的零食吃哦 不许吃 好好你太不听话了 阿姨 我听话的呀 你教我善良 我就去善良 我是说 怎么 老婆呀 别当着孩子面这样 我已经忍无可忍了 这孩子 不是 这些猫 这些狗 总之 总之我再也不想看见 家里有任何一只猫一只狗了 阿姨 你不是说要叫我善良的吗 小猫小狗都好可怜呢 不信你看 我倒也不想再看到你了 哎 啊 这么辛苦弄回来的旧东西 又给弄坏了 烫发器坏了 我们的记忆 Death 我们的记忆不会变 旧杂质破 我们的记忆不会变 旧衣服烂了 我们的记忆不会变 老公 你真有才华 不生气了吧 这首诗我明天写下 表好了挂到那个回忆墙上去 听你的 爸爸妈妈快醒醒 浩浩不见了 快醒醒啊 小迪在冰箱上发现的 这孩子 大家快去穿衣服 我们出去找浩浩 妈 太奶奶也不见了 浩浩的出发点没有错 就是方式不太好 太奶奶 我是个奇怪的孩子吗 太奶奶是个奇怪的太奶奶吗 嗯 不是 那么浩浩当然也不是奇怪的孩子了 哈哈哈 好好 不奇怪 你是个善良的孩子 是阿姨错了 嗯 阿姨 对不起阿姨 我知道错了 不该为了表现自己的善良 就带那么多的猫回家 你没错 是阿姨的错 阿姨不该乱发脾气 应该好好跟你说 老公 哪个词怎么说来着 寻寻善用 对 阿姨懂了 应该寻寻善用 浩浩 快回家吧 我们都知道 你是个善良的好孩子 没有人怪你的 浩浩 只要你真诚善良勇敢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 简直不了的问题 大家都放心吧 他们在我们那里会生活得很好的 可把你长到了 谢谢你们 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了 真好 是啊 得好好把家里整理一下了 又没有理由不写作业了 你说什么 只要真诚善良勇敢 这个世界上 浩浩呢 又跑到哪里去了 阿姨 这一次我没有带流浪的小动物回家 我带了个流浪的叔叔回来 啊 我愛你